这是最具侮辱性质的进球方式 在2006年多哈亚运会 中国队和伊朗队狭路相逢 当比赛进行到第40分钟时 伯哈尼单刀附会 冷静缓过了王大雷 形成空门 这广望的家伙在盘过王大雷后 并没有直接射门 而是将球停在球门线上 转身高举双手 招呼他的队友们过去庆祝 随后才将球推入球门 他的这一做法让中国球迷无比愤怒 虽然在后伊朗队也道歉了 但是不可否认 这是中国足球的耻辱 然而国足的耻辱才刚刚开始 当面对巴西这样的队伍 中国队已经做好了输的准备 可谁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国足史上最大惨案 这一场比赛快把国足门将内疯了 这是中国对战巴西的友谊赛 比赛进入第6分钟 巴西队右掳发动进攻 奥斯卡小禁区脚上降球 传到门前 内麦尔面对空门的投球攻门 打在立柱上出了底线 这是开场后最有危险的一次射门 第21分钟巴西队横向转移中 卢卡斯突然禁射 增成快速侧扑中 双拳将球封出 这次攻防也引起了 现场巴西球迷的惊呼 随后巴西队取得入球 拉米雷斯左翼启动 与奥斯卡形成二过一配合 直接切入中国队禁区 面对银上的增传与赵鹏 拉米雷斯冷静地将小角度挑射破门 巴西队1比0领先 第26分钟 胡尔克右翼强突后传中 奥斯卡再将球分到门前空档 无人盯防的内玛尔轻松破门 比分变为2比0 第49分钟 胡尔克右翼快速内切 吸引了中国队防线 将球顺势分到左侧空档 无人盯防的卢卡斯失射破门 比分变为3比0 第52分钟 马赛洛全场抢断 内玛尔的远射击中衡量 弹在场内 中国队后卫没能及时解围 胡尔克跟上的一脚低射 将比分改写为4比0 第54分钟巴西队的左路传中 送到门前 内玛尔跟上轻巧的将球送入球网 完成每开二度 比分被扩大为5比0 双方实力差别已是明显 此时球场状态更是不同 巴西球员在球迷欢呼助威下 在5分钟内打入3球 而中国队像是被束缚了手脚 第55分钟巴西队改为右翼传中 内玛尔投球攻门被增城没收 片刻后内玛尔又连有中路前插攻势 中国队不仅被对手持续压制 后防线也连续失误 在第60分钟赵鹏后场传递时被对手抢断 奥斯卡顺势突入禁区 右侧传中 内玛尔中路包抄上演帽子戏法 将比分变为6比0 失球后 曾成也是生气的 对后防线表示了不满 这场比赛 内玛尔成了长沙最闪耀的明星 他一人就有9次射门 反观中国队 成员场比赛 整个球队一共也只有6次射门 还有一次是在第70分钟 刘建业解围时不慎将球送入自家大门 随着第75分钟裁判判定余阳禁区内 拦截马赛洛实犯规 判给巴西队点球 奥斯卡操刀破门 最终巴西队8比0完胜中国队 这无疑成了国足最惨痛的一场势力 输给巴西是这样的结局 我们认 但是输给一直看不上眼的云南泰国 我只想问国足到底怎么了 国足惨遭对手狂冠 着实太久 此番中国队对阵泰国队 泰国队一开始就大举进攻 连进两球 早早取得了领先优势 比赛进行到第31分钟 于大宝在对手禁区内被放倒 主裁判判罚点球 网友怕一错而秀 中国队才扳回一分 上半场虽然落后 但球迷们还是更愿意相信 在自己的组场国足会实现逆转 然而找所有人惊讶的是 下半场变成了泰国队的进攻表演 国足重将完全陷入崩盘的境地 完全可以用惨烈来形容 中国队显然已经放弃了比赛 我们的队伍在场上总是站在不同的位置 没有完整的队形 在比赛进行到第61分钟 泰国队以4比1领先时 现场球迷已经忍无可忍 全场高货 卡马乔夏克 在大比分1比5输给泰国队后 卡马乔夏克的喊声终于停了下来 因为球迷们的口号变成了中国队解散 足球比赛可以记不如人 可以状态不好 提不过人家 但是绝不能放弃战斗 如果对于这样的一场惨败都无法接受 那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就是中国队的噩梦 国足遭遇开门黑 中国杯秒变中国杯 在中国杯首场比赛中 国足面对欧洲禁旅威尔士 开场仅两分钟 威尔士队就强硬突破中国队防守 贝尔接应队友中场传球 迅速闯入中国队禁区 并突围两名国足防守 果敢大脚抽射 将球送入中国队球门 第21分钟 中国队后场传球失误 威尔士球员直接抢断 并传给贝尔 贝尔迅速单刀直入禁区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射门得分 威尔士队凭借硬朗快速的打法 在中国队后场上功成拔债 上半场结束 威尔士队以4比0领先 下半场 威尔士队依然保持锐利的球风 强制压制中国队 全场比赛第58分钟 威尔士再攻入一球 将比分继续扩大 第62分钟 贝尔在后场中路 接应队友戴维斯长传 他再次单刀直入中国队禁区 果断射门 比分最终定格在6比0 14亿人中 竟找不出一个梅西 国足后继法人奠定了 熊猫杯的三连败 国足主帅跑路 球迷大跌眼镜 继0比2叔 新西兰0比2叔害国后 与韩国对阵的这一场 让中国男足狂刷三大耻辱 上半场 国庆队防守较为成功 遏制了韩国攻势 但下半场的韩国队 展现出了强大的一面 韩国队新星 黄仔焕 几乎一己之力 打爆了国庆的防线 这是精彩的个人秀 个人表演 又是黄仔焕 国庆后卫 酿呛着倒地的一幕 不知道刺痛了多少人的心 韩国年轻人打入漂亮的进球 不禁让人感慨 为何我们没有如此的天才星星 90分钟战霸 中国国庆0比3不敌韩国国庆 整个熊猫杯国庆三场比赛 丢了多达7个球 一球未尽 与同年龄段的差距显露无疑 值得足够深思 然而国庆队员真是命好 三连败结束熊猫杯 本该接受球迷日无既往的升堂 但低素质的韩国人 成功吸引了火力 在颁奖典礼后 韩国球员公然侮辱熊猫杯 他们脚踩熊猫杯露出善效 更有甚者还准备对奖杯 做撒尿动作 适可杀不可辱 我们的熊猫杯组委会 忙着向韩国足协提出抗议 我们的球迷忙着谴责韩国 把韩国球员脚踩熊猫杯的照片 一翻装表送往足协 最终我们得到了 全体韩国球员的道歉 然而这些做法 有必要但没有意义 熊猫杯上的失望结局 不是第一次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更明白跌下去是耻辱 站起来才是尊严 希望国足能走出一条 具有中国特色的足球道路 问题总有解决的一天 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 球迷们还等得起 那这些讯息比较当然不仅是开玩笑的 晙子 也不信的 有下来